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段 少数犯罪分子为了春节期间兜里有钱 利用年底大捞一笔的心态铤而走险 而回乡或外出的单身女子 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目标 在涉及女性被抢劫的各种犯罪案件中 无论歹徒是临时起义还是蓄谋已久 歹徒的犯罪动机无疑是悲剧发生的根源 但很多相似的案件中面对抢劫时 有的女性最终能化险为夷 有的女性却惨遭不幸 原因又是什么呢 心理学家认为心虚的歹徒在抢劫时 往往会比受害者更加紧张 他们害怕暴露或者被抓 情急之下会失去理智 这样最容易伤到被抢劫者 而这时候 女性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反应反而更为重要 因为女性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到歹徒的情绪 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是否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可见心虚的歹徒并不可怕 女性的勇气和面对突发情况时的冷静与智慧 才是化险唯一的关键 因此有人建议 女性最好去学习一些女子防真术 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时 能够鼓起勇气 利用一定的防身技巧迅速摆脱歹徒 如今已经有一些学校开设了女子防身术课程 还有一些培训机构 办去了女子防身术培训班 目的都是教会女性在面对歹徒时 怎样利用一些搏击技巧和身边的有力条件及时脱困 那么女子防身术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刑凯职业技术学院同样开设了女子防身术课程 王静想在这里对防身术的效果进行了解 那她学习这个防身术多久了 大概有两周时间吧 我觉得她掌握的还是不错的 那还演得也比较辛苦 王静发现不论被人从正面攻击还是背后偷袭 脱困技巧很重要 而这些技巧中无论是靠肘部击打还是靠腿部猛踢 目的都是为了逃脱而不是对抗 那么这些防身技巧在实际的应用中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抓手解脱 抓不开 那应该怎么的呢 转 往上挑 抓头发的解脱 用你的头去顶 往前顶 往前顶 这些女生还在兴致勃勃地练习着 可这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再说 四 五 五 四 六 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斗技巧没有起到理想效果 虽然教练很快追了上来 但在制服歹徒的过程中 丧失理智的歹徒掏出了匕首 差点伤到教练 这时候王静对女子防尘术的效果产生了怀疑 这个我们女孩子的反应就乱成了一锅粥 而且刚才在上边 这个我们歹徒差点伤到这个教练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真正的防身术的重点啊 不在于打赢对方 是在于避免打斗的情况下 成功逃脱 逃脱的四大原则就是 一要注意周围的环境 二要控制自身的情绪 三要了解人体的弱点 原来真正的防身术 重点不在于打赢对方 而在于如何避免打斗 成功逃脱 只要做到警惕环境 控制恐惧和了解人体弱点 就能够实现成功脱险 然而各种无法挽回的悲剧 还在与你上演 除了和歹徒的凶残程度有关 很多时候女性的错误习惯 也是引发悲剧产生的关键 那么女性面对歹徒时 哪些错误习惯 会让她的处境更加危险呢 邢台市公安特警支队 支队长王小龙 带他们来到了档案室 这是咱们历年来 在我们区区内 接触的登记记录 两抢 就是抢劫和抢夺 主要是针对目标 最多的还是单身的女性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 主要是抢夺和抢劫 而这些案件的高发场所 主要集中在自住银行里 封闭电梯内 人行街道上 以及地下车库中 那么 在这些抢劫案例的高发地点 女性的哪些行为习惯 会让自己的处境 变得更加危险呢 对此 女性又该如何加强自身防范呢 如果不幸遭遇歹徒 有哪些方法 可以帮助女性 摆脱歹徒 顺利逃脱呢 根据这个我们巡区队 发案这个高发区域 有陈光的有电 陈光超市 这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密集区域 这里也属于一个 抢劫和抢夺的高发区域 支队长王小龙 决定把以上几种 抢劫案例的具体细节 进行展开 带我们走进真实的案发现场 对以上问题进行砍究 秦台市公安特警支队 在维护治安 武装巡逻 和反恐救援等工作中 时刻战斗在一起 在反抢劫 反抢夺的案件侦破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接下来 我们将在他们的帮助下 在一起起触目惊心的 疯狂抢劫案中 一起发现犯罪分子的 基本特征 根据不同的抢劫方式 和复杂的危险环境 探究女性遭遇抢劫时的 防范办法 自助银行是抢劫案件的 多发地点 尤其是到了早上或深夜 在一些偏僻的 小型自助银行内 女性很容易遭遇抢劫 监控画面显示 清晨 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 在桂圆机前准备取款 而就在这时 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衣男子 紧随其后 走到了另一台桂圆机前 在女子取出款后 男子随即转身 一手控制住该女子 另一只手 则手持长刀 直接就捅在了女子身上 女子毫无反抗之力 男子随即抢走了 桂圆机上的现金 并迅速逃跑 歹徒逃离后 幸亏有好心人帮忙 将该女子送往医院急救 由于自助银行 空间相对封闭 夜间人流稀少 单身女性在故员机前 一旦遭遇歹徒 即便大声呼救 也很难及时得到援助 从这个监控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歹徒手持半块砖头 就能在同一个地点 连续作案三次 还有些歹徒 会携带凶器作案 手段更加凶残 如果是你在银行取钱时 遇到以上刑警 你知道该如何应对吗 按照中间 这时候突然出现的一对路人瞬间打乱了歹徒的计划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一般歹徒在准备作案时往往比受害者更加紧张 他害怕暴露所以迅速走开了 但他的谨慎让我们对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更加不可预测 如果歹徒进入银行但并不取钱而是鬼鬼祟祟 这种举动我们就应该加以警惕 这位男士的警觉在关键一刻救了这位陌生的女孩子 但在这个晚上并不是每个来这里取钱的女性都那么幸运 这时候一个瘦弱的身影很快向银行内走去 而隐藏在暗处的歹徒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这位陌生的女孩子 这位陌生的男子 这位陌生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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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这次在关键中 是什么 这位陌生的女孩子 出于安全和求生的本能 很多人遭遇抢劫时会迅速进行反抗 但我们看到 虽然被害者瞬间迸发的力量很强大 却始终没能击退歹徒 受害者的奋力反击 让歹徒立刻慌乱了起来 很明显 歹徒更想立刻停止打斗 因为逗留的时间越长 对他越不利 情急之下 歹徒瞬间掏出了匕首 使受害者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有一点他做的非常好的事 他在不动的时候 他可能抓不到机会去打鸡蛋污 但是他知道 你把他冒了 对对对 我也注意了 冒了把揭 所有的都看见了四周的摄像头 只要把他冒的放下来 所有的摄像头都会照到他的轮廓 包括他身体体型 但是你在四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几个弱点 第一个 眼睛 那就是拿两个手这样戳他的眼睛吗 不不不 这样戳是达不到效果的 哦戳不准 对是戳不准的 最大的面积 来拍打他的面部 也就是说 老鼓指张开 直接这样拍打 对 直接偏打他的面部 能打到眼打眼 能打到眼 因为打不到眼 他会有一个意识 就算打不到 磕到他的鼻子 他会引起 这个几匪的这个流泪 当时他也会失去抵抗力 然后再一个往下说 喉咙 哦 对吧 这样砍了 不不不 要推压他的喉咙 推压 就是猛往 猛往上要推 马上他就会失去抵抗 就会 咳嗽不止 哦 哦 这是瞬间的 然后 葬下说 裆部和膝盖 这也是弱点 他可以起脚 知道吗 可以起脚踹 踹他的膝盖 哦 够得着的话 可以踹他的裆部 哦 这个地方都是不容易 只要踹到 他马上失去抵抗能力 你趁机 你就可以 跑跑 呼救 都可以 可见 受害人的正确的反应 会使歹徒露出一定的破绽 帮助警方迅速破案 无休止的打斗 反而容易加大危险 无力于尽快摆脱歹徒 但有的女性 不知道人体的弱点有哪些 遭遇抢劫时 处于紧张和慌乱 她们在反抗中 不一定能打击到歹徒的要害部位 往往会有很多无效的动作 这样 反而被自己的逃脱增加了难度 因此 女性面对歹徒时 控制自己的情绪十分重要 减少无效反抗 尽快逃脱才是关键 那么女性到底该如何控制情绪 寻找最有利的机会 尽快摆脱歹徒 迅速逃脱呢 夜坚持前的女性 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时刻注意周围环境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时候保持冷静十分重要 但女性到底该如何保持冷静呢 在他的身上 杀了什么 杰克已经到这了 是吧 已经开始挟持你了 他刚才是做了什么 他刚才踩我一脚 然后就拿胳膊着 踩着踩脚 然后 然后 走近了你一下 对我们说也就是走近了你一下 已经拉开了一点距离 这个时候 你应该是转头就跑 你可以立马就逃跑 但是你好像又回去找 你又回去再去找你的卡 你的钱 对 你本来这个动作就已经激动了歹徒 歹徒对你下一步要去对你进行伤害 他掏出口来 继续挟持你 帮你取钱 这个时候 对你生命造成的危险 好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对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特警给的建议就是放弃你的钱财 逃命要紧 然后报警 对 这个是正确的选择 对这是正确的 通过刚才女孩的反应我们发现 当歹徒试图控制她时 女孩通过踩脚和肘肌的防身技巧 迅速摆脱了歹徒的控制 但此时 她却返回取款机夺取银行卡 而这一举动 恰恰又给了歹徒再次控制她的机会 手脚发抖 动作缓慢 对击害者言听计从 是处于恐惧和害怕的正常表现 这时候 千万不要急于反抗 应该先对歹徒的危险程度 做出冷静的判断 由于女性的力量有限 这种情况下 如果选择用防身术进行逃脱 那么你的招式 必须一击击中歹徒要害 为自己的逃跑创造时间 如果没有把握 选择放弃反抗 也是一种脱身的技巧 因为自助取款机土钱的时刻 也就是歹徒得手 马上要离开的时刻 无论会损失多少钱 只要歹徒得手后 能快速离开 你的处境也就安全了 当确定歹徒离开后 一定要及时报警 帮助警方迅速破案 挽回损失 女性单独取钱中遭遇抢劫的事件不断发生 女性要特别记住以下几个自我防范和逃脱的原则 帮助自己在关键时刻 化险为夷 第一 女孩应避免夜间独自一人去取钱 如果必要 最好找一个男性朋友陪伴 以便相互照应 在进门之前 一定要环顾左右 第二 在进入银行之前 要左右观察周围环境 注意是否有人尾随 尤其是要注意周围戴帽 戴墨镜等 故意遮掩面部特征的人员 第三 如果不幸遭遇歹徒 要保持沉着冷静 可以通过踩脚和肘肌的方式 摆脱歹徒的控制 迅速逃脱 切记眷恋财物 当四手的时候 好 注意 手脚 面部 头颅 脑部 洗脸 如果歹徒危及到你的生命时 女性应该毫不犹豫 对歹徒迅速发起攻击 一击击中歹徒要害 为逃脱创造机会 夜间人流较少 空间相对封闭 是歹徒选择自助取款级作案的重要原因 而有着相似特点 强劫案件高发的场所 还有哪些呢 近年来 发生在电梯内 专门针对女性的强劫案例 也在逐渐增多 虽然电梯内都设有监控 并且监控录像 会实时地呈现在监控室的画面上 可仍然会有歹徒 把这里当作犯案的场所 监控视频显示 始发当天凌晨两点半左右 市民刘女士独自一人坐电梯回家 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走入了电梯 而电梯门刚刚关上 这名男子就一把搂住刘女士 对她进行抢劫 眼见刘女士抱住自己的包不扎手 这名男子则直接将她摔倒在地 抢走了包和手机 最后又将刘女士拖至电梯外 刘女士则趁机逃跑 并报了警 据了解 当时刘女士的包里 装有一万元现金 由于电梯的空间相对封闭 一旦遭遇抢劫 即便大声呼救 也很难及时得到援助 所以女孩子的自我防范 显得更为重要 更要有面对突发情况的心理准备 那么当女孩子在电梯里遭遇歹徒时 到底该如何摆脱歹徒 迅速逃脱呢 监控画面中的这个女孩 看起来年龄不大 但瞬间迸发出的威力却十分强大 这名歹徒根本招架不住 而画面中的这位女子 不但身手敏捷 而且力气也相当强大 能够把一个中年男子 狠狠地摔倒在地 可见熟练地掌握防身技巧 在面对一般的犯罪分子时 只要鼓起勇气 奋力反抗 就会对歹徒起到一定的震慑效果 但普通女性 进行防身术训练的机会很少 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 与歹徒进行对抗 封闭而狭小的电梯空间内 如果女性不幸遇到歹徒 又做不到以上两名女子那样的反抗 此刻也无处可逃 这种情况下 又该怎么办呢 从画面中我们看到 如果男子进入电梯之后 故意去遮挡面部特征 鬼鬼祟祟 这种举动 女孩子就应该加以警惕 提高警惕非常必要 但我们却无法从根本上 打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 因此很多时候 你还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电梯里打电话 会很大程度上分散人的注意力 让你放松对陌生男士的警惕 电梯门的开关只有几秒钟 这也是歹徒下手的几秒钟 如果你缺乏警惕 财务很容易被歹徒抢走 画面中我们看到 女孩迅速追了出去 开始和歹徒进行拉扯 如果这是一名真的歹徒 更大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那么根据电梯抢劫的特点 如果女孩不幸遭遇歹徒 到底该怎么办呢 第一 尽量避免单独和陌生男士乘坐电梯 如果避免不了 应注意背包方式 最好斜跨并靠近电梯按键 第二 如果遭遇抢劫 女性应迅速拍打电梯所有的按钮 让电梯在最近的楼层停下 及时逃脱 如果不能及时逃脱 并受到歹徒人身攻击时 你要立刻对歹徒的要害部位发起攻击 或者想办法暴露歹徒面部特征 为警方破案提供线索 第四 歹徒逃窜的时刻 正是你安全的时刻 这时候千万不要追出电梯 而应该及时按响电梯报警器 与安保人员许得联系 从电梯抢劫发生的情况来看 女孩的背包方式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她是否会成为歹徒抢劫的对象 而现在女性出门 提包是必不可少的随身物品之一 一款精美的提包 常常会成为路人格外关注的焦点 但与此同时 也可能会成为歹徒作案的目标 那么女性提包容易遭遇抢劫的场所 还有哪些呢 女性在逛街的时候 突然遭遇抢劫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歹徒在锁定抢劫目标之后 会先对她进行尾随 此时女孩的背包方式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歹徒的抢劫难度 如果你缺乏警惕 没有察觉到歹徒的尾随 单肩跨在身体外侧的包 随时都有可能被歹徒抢走 刚才的一瞬间 虽然女孩的一个小动作 让歹徒没能得手 可如果歹徒瀑布紧逼 你又该怎么办呢 虽然女孩把包牢牢地斜跨在身上了 但她的前方是一条偏僻无人的小路 反而会让她的处境更加危险 此时你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 找个合适的地方躲起来了 在人流多的大街上 歹徒往往没有明确的作案目标 而是随机寻找最容易下手的女性 只要养成良好的背包习惯 就能够很大程度上 避免成为歹徒的作案对象 预防是关键 但很多时候 我们还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如果歹徒毫不忌惮 这种情况下突然对你下手了 你又该怎么办呢 2013年5月 在四川省岳池县 不到20天内 竟然发生了三起疯狂抢劫案 而受害者均为深夜外出的单身女性 据警方调查 三起案件是同一名歹徒所为 每起案件都是在歹徒精心策划 有预谋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以上三起案件中 三名受害的女性 不仅财务受到了损失 有的女性还惨遭侵害 这三起抢劫的手段非常相似 过程中 三名女士也都采取了一定的方式进行应对 但结果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那么单身女性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会因为哪些错误的反应 让结果变得更加危险呢 人流相对稀少的城乡结合部 正在成为一些歹徒 蹲守作案的高发场所 在这里 很多歹徒作案目标明确 准备更加充分 一旦被盯上 不会轻易放弃机会 因此 居住在附近的单身女性 最应该加以警惕 眼前走过的这位女士 双手在胸前交叉的跨包方式 看似没什么问题 但她已经被跟被随 却丝毫没有发现 由此可见 缺乏足够的警惕 是绝大多数女性常犯的错误 歹徒急急要动手时 突然从门店里走出来的两个女孩 临时打乱了她的计划 可如果歹徒发现你仍然没有察觉 而且你现在的状态非常适合她动手 这时候你就应该有面对突发情况的心理准备了 你觉得她就是哪些行为是对的 哪些是不对的呀 她在抢你包的时候 你在死死拽着你的包 因为你这个包是一个骑包 而不是一个鞋垮包 如果是这样的包 如果有鞋垮包的话 一般要鞋垮在身上 有专业吃了点歹徒 她不会去抢鞋垮包 我放在这个手上 现在刚才是你这个状态 是吧 因为她从后面抓我的包 正常人反应是要撕扯 我要保护我的包 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再给她撕扯了 放手 马上放手 呼救 报警 然后看见她跑的位置和方向 那我刚才听队长意思是说 就是说那以后我们选择包的时候 就直接选择鞋垮包 就非常的安全了 也不是 因为选择鞋垮包 它被抢的几率也存在 也是存在的 选择鞋垮扯鞋垮包的时候 最害怕引起路人注意 为了避免暴露和尽快逃窜 它会使出很大的力气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用力阻拦 也不一定能挣得过它 看镜头中的歹徒 扯掉提包的袋子后 就想马上逃窜 但慌张的女士 还在与歹徒死死地拉扯 情急之下 歹徒又反扑了过来 最终她的提包还是没能保住 这只是场演习 如果是真实的案发现场 急于逃窜的歹徒 随时都有可能对这位女士造成进一步伤害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切记与歹徒撕扯 自己应该主动立刻逃脱 如果把包斜挎在身上 会大大增加歹徒抢劫的难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 百徒一旦抢夺你的包 往往会和你发生撕扯 这时你的逃脱技巧就更为重要了 很多女性往往以为抬腿就跑 越快越好就是逃脱 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 那么逃跑时 女性到底该注意哪些原则和技巧呢 让我们仔细观察眼前这个女孩是怎么做的 很多人提倡女性最好买斜挎包 眼前这个女孩也是斜挎包 但包的位置却是在身体外侧 还是容易给歹徒可乘之机 过程中斜挎包的确让歹徒第一时间很难得手 可女孩挣脱后 逃跑方向却成了致命的错误 顺着歹徒逃寸的方向逃跑 这样反而会给歹徒第二次抢包的机会 此时的歹徒最害怕被路人发现 会想方设法赶快逃寸 而为避免纠缠 情急之下往往会掏出作案工去 此时如果女孩还死拽着包不放 很容易将自己再次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因此外出单身女性走在人行街道上 如果遇到类似抢劫案件 必须记住以下几个预防和逃脱的原则 第一 如果是手提包 一定不要拎在身体外侧 而是要胯在身体里侧 假如背包的袋子够长 最好是斜胯 这样会增加歹徒抢劫的难度 第二 当歹徒执意要抢夺你的包时 一定不要与歹徒进行撕扯 应该及时放弃财物 迅速向反方向逃跑 远离危险 第三 女士包上可以安装防狼保镜器 一旦遭遇抢劫时 及时拔下报警器 报警声会引起路人注意 并刺激歹徒迅速放弃抢夺的包 以上的几个案例中 我们只看到一名歹徒单独作案 但还有的抢劫 是两名歹徒有预谋 有分工的共同作案 如果不幸遭遇了两名歹徒 又该怎么办呢 2009年12月19日清晨 河南籍打工青年郭小亮 将自己的自行车 砸向飞驰而来的摩托车 车上的两名歹徒 应声落地 很快被附近的保安及群众倾向 事后 青年郭小亮 提着变形的自行车 默默离去 酒店监控拍下了全过程 监控中 被自行车砸倒的两名劫匪 他们的抢劫方式 就是我们常见的飞车抢劫 飞车抢劫的目标 不仅会有步行的路人 还有骑自行车或电动车的女性 更有的会针对独自驾车的女性下手 这种劫匪无孔无辱 最为猖狂 在这样的抢劫方式中 歹徒折手后会迅速逃窜 女性很难追上他们 因此 对于飞车抢劫 女性更要加强自身防范 避免成为歹徒的作案对象 那么女性该怎样识别飞车抢劫的歹徒 提前做好自身防范呢 其实 识别飞车抢劫的歹徒很容易 只要发现骑摩托车的两名男子 有刻意遮挡面部特征的嫌疑 而且在飞机动车道上 无目的地缓慢行驶 四处张望 我们对其避而远之 一般就能躲过一届 但之所以还会有很多女性 遭遇飞车抢劫 更多原因 是跟女性背包或放包的方式有关 那么怎样背包或放包 才能让女性尽量避免成为 飞车抢劫的目标呢 眼前出现的两位女士 在我们寻常人眼中 一切都很正常 但在某些歹徒的眼中 她们背包风式的细微差别 就会决定 谁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尾随的摩托车 紧紧地跟着前面的两位女士 这时候我们发现 台图很快绕过了穿黑色衣服的女士 而向白色衣服的女孩 紧紧地追了上去 如果是这样画包的话 就像刚才你那样 而且是在飞行车的外侧 所以说你要这样画包呢 很容易从你肩上 因为它这个劫匪一般是从你的左侧接近 如果说你要是跨包的话 如果是在飞行车道上 要靠近路边 放在你的右侧车法上 因为这一侧 它是不容易接近 明白吗 因为我一看你这种框 这种一块你帮手的框 从回放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 穿黑色衣服的女士 把包鞋跨在了身前 而白色衣服的女孩 把包单肩跨在了身体左侧 而且行驶过程中 两个人的背包方式依然如此 很明显 穿白色衣服的女孩 更方便歹徒下手 有人建议 女性在骑电动车出行时 要把包放在车框里 虽然放在车框里会比较安全一些 但也并不是绝对安全 很多女性往往因为某些细节的忽略 车框里的包还是被抢了去 那么一般哪些细节 是车框里的包也不安全了呢 今天你们两个 然后咱们因为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成 然后今天你们两个加班半个小时 又加班 天天加班 真是还有事吗 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班高峰期的情况 很多女性觉得这时候街上的人很多 也因此会放松警惕 从两个女孩放包的情况来看 这个自行车框里的提包 会不会让你更为担心呢 但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更需要你时刻注意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眼前骑电动车的女孩 她的提包不知什么时候 又放在了车框内 而且我们看到 她的车框上还有盖子 这个包的放置位置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骑摩托车的两名歹徒 还是把目标锁定在她身上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身后的歹徒 给她的同伙戴上了帽子 可以判断出歹徒 马上就要动手了 通过回放我们发现 虽然女孩子把包放在了车框内 但提包的带子 却露在了车框外面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小细节 导致这个女孩子 没能逃过一劫 在以上的案例中 骑车出行的女孩 无论把包挂在身上 还是放在框内 都可能因为忽略了某些细节 而使自己成为了 歹徒作案的对象 因此 女性如果骑车出门 有几个原则 一定要谨记 第一 如果是手提包 还是要把包放在车框内 但需要把盖子盖紧 包的任何部位 都不能漏在外面 如果包内有贵重物品 怕遭受挤压 可以选择把包挂在车把右侧 以防止从左侧出现的歹徒 第二 如果背包的袋子够长 可将包放进车框内 并把袋子牢牢缠绕在车把上 使歹徒的作案难度大大提升 最终放弃作案 第三 最为安全的方法 是把包挟挂在身上 骑车时 包的方位朝向身体前侧 这样 歹徒更无从下手 放弃作案 只要做到以上几点 我们就能很大程度地降低风险 避免成为飞车抢劫的作案目标 但有效地预防 能够降低女性被抢的概率 却无法从根本上 消除歹徒的犯罪动机 有些犯罪分子更加胆大妄为 罪恶之手 已经伸向了独自驾车的女性 这个案例 是飞车抢夺的特殊情况 两名歹徒 不是在骑车过程中 进行抢夺 而是骑车尾随后的徒步抢劫 这种方式 往往针对的 都是独自驾车的女性 画面中 本以为这个瘦弱的女士 会放弃抵抗 但现场形势 却出乎意料 女士突然反击 用膝盖踢向歹徒当步 让歹徒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 并不是每位开车的女性 都敢于和歹徒对抗 而且每个癌徒的凶残程度 我们往往很难判断 作为普通女性 如果遇到这种劫匪 到底该怎么应对呢 如今 独自驾车的女子 常常被看成是有钱人 针对她们的抢劫案件 正在呈上升局势 在城市大型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由于有保安 有监控 很多女性觉得这里很安全 往往会放松警惕 但是很多危险 也许就潜伏在这看似安全的地方 前不久 十家装饰公安局破获了一起 专门在地下停车场内 进行抢劫的案例 这是一段 在地下停车场的监控视频 晚上八点 这名犯罪嫌疑人 在地下停车场里 东张西望 寻找实施犯罪的目标 半小时后 在另外一个区域的监控视频里 这名犯罪嫌疑人和其同伙 将一名女子捆绑后 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 随后开车离开 而第二天 在石家庄另外一家地下购物中心的 地下停车场里 再次出现了这名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她先是尾随一名女青年 半小时后 抢劫得手 据受害人讲 她损失了现金四千元 手机 还有其他贵重物品 目前 犯罪嫌疑人 已被刑事拘留 如今 在一些地下停车场里 很多监控没有达到全覆盖 有些角落 由于光线不充足 即使拍摄到画面 也不是很清晰 保安一般都是在收费处检查收费 对于停车场的巡视 往往不够 因此 很多歹徒在这里 刺激作案 很多女性在停车时 往往因为不够警惕 和一些错误的开车习惯 导致歹徒有了可乘之机 那么在停车购物时 女性到底该如何 加强自身防范呢 は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发现 从歹徒拉开车门到跑力现场 只用了短短几秒钟时间 这个女士根本来不及反应 但歹徒之所以能够得手 唯一原因 就是在女士上车时 没有及时落下车门锁 导致歹徒有机可乘 很多人都习惯于 把包放在汽车的副驾驶位置 如果改掉这个错误习惯 即便是歹徒拉开车门 也能够有效避免损失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注意 先锁车后放包 而不是先放包后锁车 而另外一种歹徒强劫的方式 只充分利用女士的同情心或好奇心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更要多加提防 对这种情况 汽车刚刚停靠的时候 一般车门是锁着的 这时候往往会很安全 但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出于好奇摇下了车窗 一般歹徒会瞬间伸手 从里面打开车门锁实施抢劫 如果车内还有其他乘客 当然会很幸运 但如果没有呢 女性独自面对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呢 预防这种抢劫方式也非常简单 如果有人敲门问路或求助 我们只需要把车窗摇下四分之一即可 这样歹徒的手伸不进来 但完全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等有了正确判断之后 再完全摇下车窗 无论歹徒计划多么周密 都会心存胆解 此时只要你敢于面对歹徒 往往就能起到这些作用 促使歹徒放弃作案 但打击歹徒的方式很重要 由于女性力量弱小 除了利用随身物品之外 一定要用权力迅速打击歹徒的要害部位 让他彻底失去抵抗力 为你的逃脱 争取机会 预防地下停车库里的抢劫 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做到时刻保持安全警惕的习惯 还需要女性多加练习 从本期节目的一系列案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女子防水术的重点 不在于打赢歹徒 而在于了解人体的弱点 在关键时刻 对歹徒的要害部位迅速出击 为自己的逃脱争取机会 但避免遭遇歹徒才是关键 女性外出 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 女性尽量不要在夜间去银行取钱 如果必要 一定要警惕周围的环境 最好有男性朋友陪伴 无论什么时候 女性尽量不要和陌生男性 男子独自乘坐电梯 更要警惕身边戴帽戴墨镜的陌生人 逛街时 无论步行还是骑车 都要时刻注意背包的方式 独自驾车的女性 更要养成及时锁车的良好习惯 一旦发生意外 一定要沉着冷静 省办法向他人求助和报警 通过警方的力量 保护自己打击犯罪 要继续 谁问死人 没什么厉害 给你放了 我去看起来 你到我去看起来 你没事 没事吧 没事吧 你一定逃不到了 你没事吧 我去遇不到了 你没事吧 没什么ONEY 你没事吧 我去遇不成的 你没事吧 那我们也要去遇不成了 你会做得了 如果你起来的 不疼吗